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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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今个月 联署就收到6中涉及善惑他人不投票或者投无效票的投诉 提醒市民网上分享转载相关的讯息也属于违法 过往都有民意调查机构透露选民的投票意向 如果调查结果提及不少人选择投白票又会不会犯罚呢 这条条例出现了之后是有一个新的情况 希望大家要小心处理这类大家假设性的情况 因为我们都是不能够 就算说以前好像都做过 但是实际上它怎么处理 以及它们的实际操作是怎么样 很难在现在的假设下作出任何判断 至于其他公开呼吁 例如鼓动传头某政治取向的候选人 又会不会违法呢 真是要看看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 他怎么作出呼吁 说过些什么 我们要考虑很多因素 所以真的要有一个具体的情况 我们知道一些情况 我们才可以进行一个分析 看看可不可以调查一下 廉主说会为三万多名选举日的工作人员 讲解法例提高警觉性 而投票当日廉主也会首次总动员执勤 包括派遣白白名前线人员 在票站解答查询和处理投诉 有需要的时候会执法 针对新修订的法例 廉主展开了不同的宣传教育活动 包括制作了这本《廉结立法会选举资料冊》 里面包括了不同的处境和案例 比市民更容易去了解 母先电视记者 杰月文报道 有由内地寄到香港的包裹 包装验出新冠病毒 卫生署调查和跟进 有病毒学家说 包裹上面大部分都是已经死亡的病毒 传播风险极低 市民不用过分担心 每年吸引不少人网救的双十一刚刚过去 市民的战利品陆续运抵香港 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广东省委建委通报 今个月7日一个由内蒙古寄出的包裹 验出带有新冠病毒 并且已经在上星期六送抵香港 当局随即跟进 得识收件人签收之后随即棄置外包装 和清洗包裹里面的衣服 中心已经要求收件人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并且要消毒曾经跟那个包裹接触的家居表面 涉事包裹曾经在本地一个物流仓储存 所有的环境样本经检测之后呈阴性 市民说对于有包裹带病毒感到担心 快递员给了我之后我就会拿进屋 然后拆开之后我通常就会洗手 不会噴那些酒精那些 是啊是啊 但因为这段时间疫情也少买了 都会担心始终有小朋友 所以就会少一些网购这件事 这个瓶子 我都是在商十一的时候买 我首先就噴一噴它的包装 然后再用一些叫做洗洁精等等 处理一下里面用一些热水 这样拆一下它 然后用之前再拆多几转 因为要确保它是没有事 打开箱子 然后拿里面的东西去用 不会消毒包装 或者怎样去做很多的 extra的东西去清洁 有病毒学家相信 包括表面的病毒已经死亡 传播风险很低 它现在只是测到那个病毒的核酸 那那个核酸 根本上就是死的病毒 都是positiv的 所以那个有病毒 和那个病毒 是不是可以感染到人 还有是不是人人摸到它 都会受感染呢 是两回事来的 根本上是一个很低概率的事件 基本上你是 被你出街被车撞死 那个概率还要低 就是不需要过分担心那个密传人的 他建议市民可以戴手套擦包裹 之后也要洗手 气调包装纸就可以减低传播风险 母线电视机者郭永恩报道 一个印庸和一个来自新加坡的男人 抵抗完成检疫之后 华尔复杨并且进入社区 有爱荣中介说 爱荣来香港之前 不需要申报是否曾经染疫 或者会对雇主构成风险 两宗华尔复杨个案 包括一个来自新加坡的65岁男人 另外一宗是一个29岁印尼女容 他10月中在印尼检测的时候 曾经呈阳性 出发前一日复检转为阴性 上个月15日底港 在机场和竹高湾检疫中心的採用结果 都是呈阴性 月初完成隔离检疫 住在柴湾新菜花园4座 星期一在社区检测中心採用的时候 结果是不确定 入院复检之后结果呈阳性 病毒量低 没有病症 他8月在印尼的时候 已经完成接种科兴疫苗 有传染病专科医生说 两个怀疑复养的患者病毒量低 意味着病毒有机会已经死亡 当局可以交代抗体数据 释除疑虑 如果IGG抗体出现了 传播风险给他人 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 如果他有关注自己的 首部卫生 或者个人卫生戴口罩 其实我相信影响应该很有限 若果外溶抵达雇主家后才服养 或者会令到雇主全家人都需要强制检疫 有中介就说 现在没有强制要求外溶申报 是否曾经验疫 他建议外溶抵抗之后加密检测 无线电视记者中策器报道 因应怀疑复养的印庸 到过迪士尼乐园 乐园今天关闭一日 全工要接受强制检测 港铁在恩务站 貼出乐园暂停开放的通告 乐园的停车场都空荡荡 迪士尼乐园是在凌晨宣布今天不开 有游客说没有收到通知 来到才知道食闭门羹 他说是短信通知我们 但是我到现在都没有收到 没办法 这件事是他们都控制不了 但是我希望他们去拐净一下 不开心是吗 你想不想下次再来 可以 走 有人就在乐园入口 脱口罩拍照 都不担心我们不是进去乐园 我们去走敌恩湖 但是你都要来这个门口 如果是这样担心你不要出街 有乐园餐饮员工回来做检测 都是等到公司通知我们 可以上班才再上班 始终公司我们做了很多不同的安全措施 亦都做了很多不同的 对应这个疫情的一个不同的 我想 procedure 或者其他 所以变相令到我们同事上班 做事我们都觉得是安心的 香港迪士尼说 乐园会继续加强深度清洁和消毒 现在大概九成四的乐园度假区 全职演务人员已经接种了两剂疫苗 母纤烈士记者 杰瑞文报道 本港新增三宗输入个案 全部带有L4E2R变种病毒 两男一女患者都打齐两针伏必泰疫苗 三个人分别由巴基斯坦和南韩抵港 两个人在隔离检疫期间确诊 其中在宿哥湾检疫中心 确诊的45岁男患者 是星期一确诊的两个患者的家人 一起从巴基斯坦抵港 至初步确诊少过5宗 停办两年的香港单车节 明年1月复办 并第一次在港珠澳大桥香港段举行 因应社会事件和疫情 前年开始已经没有再办单车节 理法局宣布明年1月16日复办 分26公里和48公里两组 路线由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发 经过观景山隧道、高架道路 去到接近东仁宫岛的粤港边界之前折返 最多3千人参与 星期六开始接受报名 如果报名超额就会抽签 由于新赛道具挑战性 主办方要求参加者必须在过往单车节中 完成30公里或以上组别活动 如果港珠澳大桥上面风速太高 活动有机会要腰斩 当大桥的风速如果超过35公里 那我们就需要车手慢车 然后跟着大会的所谓巡逻车 它是将速度减慢 然后通过某些路段 那如果风速持续35公里超过10分钟 那大会就可能要考虑 是不是需要取消或者 suspend 或者腰斩的独立 试踩过路线的车手说 踩观景山隧道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在隧道的时候 我们尽量戴一些可以变色的眼镜 单眼进隧道 单眼出隧道 等我们的时候 眼睛瞳孔会转得快些 单眼进去 然后再抹两只眼 我们看隧道的时候 就会看得清楚些些 因应疫情 不会邀请海外车手参加 参加者必须完成接种疫苗 提交检测结果 和素安心出行 旅法局说 如果有人在单车 又或者透过服装 展示不息挡标语 会先劝语 不听从 就会交给执法部门跟进 另外有计划 明年第四季 将活动延伸去到大湾区其他城市举办 如果无法参加实体活动 也可以试下 旅法局在尖沙咀或旺角 指定地点设置的虚拟行目 视察下26公里虚拟路线 也可以感受到桥上的风景 无线电视记者 先知报道 至于维港游下个月12日复办 参加者需要完成接种新冠疫苗 并出示48小时内阴性检测证明 和用安心出行 维港游海游踏入10周年 大会将采用全新赛道 由湾仔金字经广场公众码头出发 以尖沙咀星光带到做终点 今季的赛事继续设有竞赛组和休游组 并额合共1500个 今日开始接受网上报名 下星期一截止 竞赛组只是给2019年入围的榮首报名 并且以水市或其他认可的成绩做准则 之间较快的人可以获参赛资格 至于休游组 如果报名人数超出名额 大会将会抽签 线右四一会儿 回来会报道 一对男女承认虐待 受托照顾的22个月大女童 女童前年死亡 两个人各判囚5年4个月 拜登重申 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不变 不鼓励台独 中方就说 所谓的台湾关系法 是非法无效 回来新闻时间 一对同居男女承认虐待 受托照顾的22个月大女童 女童前年死亡 两个被告各被判囚5年4个月 三十四岁男被告肖国伟 和三十岁女被告柯静文 由囚车押送到高等法院 他们被控前年1月至6月 在洪水桥寓所 故意虐待或者忽略一个 22个月大的女童 其间曾经多次掌刮 和用藤条打女童 那女童的嘴里面一度出血 又几次以铁链狗带 绑着女童的腰 将她毒留在家 那女童前年突然昏迷 送院后证实死亡 在她身上被发现 有七十多处的伤痕 辩方上个月求情的时候 曾经说 本身有四个子女的女被告 没有能力照顾多个小朋友 理应拒绝朋友的要求 照顾女童 但因为同情她 而没有报酬下照顾 男被告就对若儿的行为感到后悔 法官王崇口判刑的时候说 控方没有指控两个被告的行为 导致女童死亡 相信是证据不足以指控更严重的罪行 不过女童成长的命运 在被告手上 无力反抗或求助 而医学报告说 女童死因是头部受伤 推断她的伤势 是她死前最后一项饭后造成 而当时两个被告和女童在家 换言之 女童在被告照顾之下死亡 法官又提到 两个被告的虐待和忽略程度属于严重 导致个女童身心受创 营养不良 就算只有其中一个人施虐 而另一个人视而不见 没有阻止严重的伤害发生 罪责应该是相等 最终判两个人的监禁分别都是五年四个月 法官又希望当局撤查同类事件 避免类似悲剧发生 无线烈士记者陈家印报道 五个人去年元旦被控管有攻击性武器等罪 其中三个人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监十二个星期 另外两个人判入劳教中心或感化令 五个被告去年1月1日参与游行后 在铜锣湾被搜出雷射笔、鹿角时和锤仔等等 33岁被告关伟乐和25岁被告梁敏被控管有攻击性武器 或适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罪 法官以16个星期为量刑起点 考虑到两个人没有案底和案件言误等等 减刑去到12个星期 涉及同一项控罪的15岁被判入劳教中心 至于25岁被告任荣言 无牌管有无线电通讯机和在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罪 判罚款1000元和监禁12个星期 23岁女学生张旭敏管有喷失的意图摧毁或损坏财产罪 被判18个月、感化令 香港美国商会会长祖泰娜辞职 但未订出离任的日期 商会没有交代他辞职的原因 外电报道是由于祖泰娜不满港府的防疫限制 美国商会回复查询的时候说 是突然收到会长祖泰娜辞职的消息 没有透露他离职的原因 商会说在祖泰娜的带领之下 会员人数增长又协助商会买新的会址 感谢他的贡献 商会将会进行全球招聘 找新的会长人选 路透社报道祖泰娜正在美国 若果回香港要接受三个星期的隔离检疫 他说若果一方面要游说港府 放宽防疫措施 另一方面要接受检疫 不符合他的个性 他又提到美国企业 未来几年仍然有不少的挑战 但香港仍然基于住处 他将会留任至到新会长上任 记者出身的祖泰娜 在2017年初 接任拥有1400多个会员的美国商会会长 任来经历中美关系低谷 和港区国安法实施 他又曾提出希望和中央以及港府对话 了解若果反外国际裁法 在本港实施的情况 政府早前收紧豁免检疫名单 商界人士要个别提出申请 母近大通行政总裁大蒙在星期一 获豁免检疫来香港 特首林郑月娥曾经说 是以经济和在香港有重要业务为由 批出申请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协期报道 一会回报道 刚才说过内地有包裹的表面测出新冠病毒 内地相关部门和物流业会加强消毒 和防控措施 托移服务一直是抢收的项目 我们都是一样 指民希望增加托移机构和有政府的资助 回来新闻时间先看中国新闻 内地多个省份接连发现大新冠病毒的包裹 正值双十一商品运送高峰期 相关部门和物流业加强消毒和防控措施 北京近日有市民收到由内蒙古寄出 带新冠病毒的包裹 结果所住的小区要全面检测 河北、辽宁等地也有类似的情况 引起病毒密传人的恐慌 内蒙古石林国立盟当局之后说 进出的所有包裹都会消毒和检测 如果验出阳性 会通知那个批次包裹的收件人 内地铁路部门采用先实名登记 再消毒后安检措施 货物有专用包装箱 完成运送后也会再消毒 重庆、江苏、浙江等地也加强物流业的检疫 甘肃兰州更要求所有快递不可入小区 实行无接触配送 部分屋苑增接包裹拆封专区 等居民消毒和弃置包装 多间快递公司说 运送的车和包裹经过多重消毒 和随机抽样检测 如果发现涉疫包裹 会截停并且单独存放 再通报当局 又提醒市民应该自行了解包裹的运送路线 全国多地疾控中心早前提醒 民众应该跟快递原保持距离 收件的时候戴好口罩和手套 再用酒精消毒包裹 专家也说 收件后要做好双手的清洁 就无需太担心 另外内地新增8宗新冠病毒本地病例 全部都是来自辽宁大连 大连市疫控中心说 当地出现超级传播者 同一传播链有26个确诊者 无视电视记者刘俊玉报道 至于江苏新增14宗境外输入新冠病毒个案 确诊者全部是来自香港的船员 涉事的船由菲律宾出发 上星期六抵达连云港 检疫之后发现14人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程阳性 星期一连同3个密切接触者 被送到定点医院隔离 这艘船一共有23个船员 其而6人在船上隔离观察 内地累计接种新冠疫苗超过24亿剂次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说 将会容许市民接种第三针加强剂的时候扣诊 内地多处已经开始打第三针 联防联控机制负责疫苗研发的专家 接受央视访问时说 第三剂加强免疫不单只可以大幅提升抗体水平 也都令到抗体谱更加广 对各种变种病毒防控能力更加强 下一步将会推出不同技术平台的加强免疫组合 容许市民沟针 内地累计接种新冠疫苗超过24亿剂次 郑宗伟说目前中国的接种率是世界领先 但长者接种率仍然有待提高 外地鼓励生育 要求发展托儿和学前教育 在北京有家长认为托儿服务收费昂贵 希望政府资助 住北京记者梁卓恩报道 人仔细细研究植物 演奏一曲 就连节赛都有板有眼 在北京托儿班正在发挥小朋友的各项潜力 这里的月费大约8千元人民币 很多小朋友都因为家长要上班 未能留在家照顾而要在这里托儿 经营的公司甚至规模 说全国有近60间分校 学生人数达到6万人 根据国家委建委的数据 现在全国大约有4200万个未满三岁的婴幼儿 当中三分一 即是千多万对托育服务有强烈需求 其中根据北京市的十四五规划 托育市场的目标 要由现在每1000人入面的1.8个位提升到4.5个 托育中心的负责人就说 为了配合国家方针 只是计划开立更多的分校 但是扩展模式就跟现在的不同 所以接下来托育的大的方向一定是走进社区 托育中心和家长的家里面的这个 它的一个距离范围应该就是 比如从十楼到一楼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开设一些我们小的这种卫星校园 这样从整个商业模型方面 我们觉得是最可达的 北京的托育服务现在以私立为主 月费大约6000至1万人民币 有家长说负担不利 不到三周岁的好像是6000块钱 加活饭费也得一个月7000 对于普通的工薪阶层来说 我感觉还是比较贵的 两天左右吧 我感觉还是可以接受的 随着三胎政策的那个逐步的推进 可以把这方面更加注重吧 就是除了在政策上 一些具体措施落实上也跟上 除了那些私立的那些早教机构 政府方面推进的一些惠民的设施 应该跟上比如说免费的 或者是说公益的这种类型的 亦都有家长期望政府 未来能够为报读托儿服务的家庭 提供每月津贴减轻经济压力 无线电视珠北京记者梁卓恩不得 台湾已故作家柏洋的著作《丑陋的中国人》 1985年出版以来 成为华人社会流行动物 柏洋的遗伤近日说 担心有人利用书名来辱华 决定永久停止罚行 台湾中时新闻报道 柏洋的遗伤张向华 近日拒绝将丑陋的中国人责问 选入台湾的中学教材 张向华说 现在台湾的历史教材 是执政者去中国化的教学策略 在无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和认同前提之下 他认为收录丑陋的中国人其心可以 担心有人利用书名来辱华 宣布和两岸的出版社 在2024年合约到期后 永久停止发行这本书 柏洋在80年代曾发表演讲 批判中国人装乱炒不能够团结等等 他之后将演讲的内容 执录成丑陋的中国人一书 转看看金融行情 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650点跌63点 全日总成交超过1,097亿 欧洲股市方面 倫敦富士100指数跌23点 巴黎Kat指数升3点 德国DEX指数升16点 再休息一会 回来回看 市美菲路市政大厦的公历 夺得最佳公历 员工亦获奖 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说 内地疫情反复 短期内难以放宽两地的通关措施 回来新闻时间 人有三急 有时都会怕遇到公历不卫生 香港厕所协会连续16年 选出最好和最差的公历 年度金掌的公历在哪里呢 一起去看看 这里光线充足 地面干爽 更加有绿色植物点缀 又有没有令你对公历的印象大改呢 建尼地城市美菲路市政大厦公历 在全港八百多间公历中脱荣而出 获香港厕所协会加许 成为本年度金掌公历 公历部分职工更加懂英文 同时获得最佳清洁员工厕所奖 银奖和铜奖的公历分别在 深水堡欣州街和油麻地家市居 有赞亦有谈协会选出最急待改善的公历 包括观塘海滨公圆公历 地面湿滑有漬水等等 食環署过去两年翻身超过90间公历 完成了50间 协会认为有需要加快工程 亦都要做好跟进 在鸭寮街很明显 初初做好了几个月是非常好的 但是六个月之后 又已经是污里麻茶 管理上要做得好些 这厕所好几时都塞了 就找个东西 找个胶纸袋套裂 套裂成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都没有人去做的 厕所协会今年亦都发布了公历设计 和管理指引 指出怎样成为高质素的公历 譬如是要有充足的纸巾和纸巾等等 给政府部门和私人机构参考 无线电视记者邓杰盈报道 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说 今年内不会再注资入消费卡 而说内地疫情反复 短期内难以放宽两地的通关措施 驻澳门记者黄慧之报道 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就申一份施政报告 到立法会回答议员提问 施政报告措施包括 向每名永久居民派一万元和六百元的医疗券 非永久居民就派六千元 被问会不会再注资入消费卡 何一成表明今年内不会 因为我们的消费价是用到12月份的 我不可以无限指 每一次消费卡每一次消费卡 我们已经拿了一千亿的公帑出来 明明还要拿三百亿的公帑出来 我们不可以说 各样都是全部靠我们政府去做完这些工作 目前由澳门入境内地 虽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有议员问到检测证明何时能够恢复至7天 何一成说近日内地多处仍然出现疫情 短期内难以恢复 我们要平衡 心是无两头力 内地现在都未开放这一点给我们 我们要和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 被问到会不会参考内地的防控经验 出现疫情的时候只是围封部分区域 限制那个区域的居民出入境 避免影响太多人 何一成说正继续和内地讨论 没有实施的时间表 何一成又说受疫情变化影响 越澳两地对防疫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即使是横琴 现时都难以做到和澳门一体化 所以政府目前希望先做好自身的防疫工作 无线电视传澳门记者王慧之报道 比原本设计的最高时速300公里低 为安全计 驾驶员全程坐在驾驶仓 应对一旦出发的突发 出现的突发情况 日本的铁路公司 陆续在普通列车和新幹線列车 试验自动驾驶系统 解决当地驾驶员不够的问题